昨天,昨天是9月11日,是一个比较让人伤心的日子。 就是飞机撞到两个大高楼,死伤人员数量很大,所以我们昨天啊,hiking,hiking以后呢,有点吃的东西哈,吃东西。 但是有一个那个我们河北老乡就分享,他那天在那个曼尼托巴的那个省会啊,在那等飞机的照片。 是那个省会的一个报纸上有,有那个,有一个这个照片,照片里有他本人,他是在用英文讲当时的情况。 就是飞机都停飞了,但是他出差可能上,没听清,英文不太懂。 他好像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在那儿坐飞机要上韩国出差。 但是呢,广播里说,很多的飞机都停飞了,11号那天,就是昨天,23年前啊,只有他们这架飞机呢,可能还有少数啊,还在运行。 反正昨天呢,就是看见那报纸了,那报纸上有,有我们天,有我们河北省人的那个,河北老乡的那个,那个,那个,当时那小伙子照片非常年轻啊,23年前嘛。 今天是12号,现在是上午9点,写了几个字,念念看。 先说我这盒粉笔啊,是在亿元店买的,699,这标价呀是699,看不清哈。 是699,但是加税以后是7块多,这是中国生产的。 说这个鹰啊,鹰是Eagle,鹰是Eagle,也是Hawk,这念什么H-A-W-K,也是鹰。 鹰有好,好多种说法。 哎,但是这个白头鹰哈,是BowdEagle,白头鹰就是美国国会上面,B-A-R-D,再加Eagle。 这鹰啊,说很多不同的,很多不同的词反映了鹰。 因为这天上,我们这个这个线哈,天上老飞着那个鹰。 因为它个儿大嘛,所以就是它一般都是独自飞。 然后这飞格呢,飞格飞格,飞格Flying pigent. Flying pigent,应该是格子。 海鸥呢,是吸狗,吸狗,这两个词哈,就是你如果翻译天津海鸥牌手表,天津飞隔牌自行车,这海鸥牌手表和这个飞隔牌自行车,呃,在中国当时都是非常有名的, 你要买着一个海鸥牌手表,那你这平票买呀,包括飞隔牌自行车,你要骑一辆飞隔牌自行车,那也不简单,所以现在想起来那个手表和那飞隔牌自行车,就是很有那个情节呀,很有思念这个当时的,那飞隔呢,你可以用这个词,海鸥呢,你可以用吸狗, 但是,实话实说哈,上海那荣九牌,那个自行车,和这个,这凤凰啊,p-h-o-e-n-i-s,是凤凰,他们生产两种自行车,那个质量是更好的。 这个,这个贵尔夫,贵尔夫烂,这个本身这个,这个词哈,它的前面这音就念贵,贵尔夫,贵尔夫烂,这指的是,贵尔夫,路,也可以翻成线, 这是我们这个,县的那个,一条路,也是呢,贵尔夫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那个地名,也是一个县, 吹门呢,是特里梅因大道,也是我们这附近的一条路,吹门,吹门, 针尖对麦芒,针尖,你见过麦子吗,那麦子那个,那个尖啊,它长得特别漂亮哈,它有那个特别那个,细的那个尖, 那真尖,和我们缝衣服的真尖,和这麦芒相对呀,它这英文,我看这个翻译器上告我,是TIT和TAT, 这三个词组成这个意思,那我呢,是河北人,我们家乡呢,就真尖对麦芒这话, 就是说,真尖对麦芒,实际上是,不用打压,就是,牵让一点,退让一点, 这个事情呢,可能会呢,更那个,对双方都有好处,就是特别那个Sharp, Sharp是那个,锋利啊,你特别,特别那个,就是C, C,我不会写啊,对人特别C,特别那个,面,面是对人,就是,不宽宏的那个意思, 面,英文的面是不宽宏的意思,但是不宽宏那个意思怎么说,就是,就是对人特别苛刻那种, 那个哈,没意思,那个只能把,其实一件事,可以有很多种处理的方式,方法, 所以哈,不必要哈,在家里边,你一言九鼎,你经常的不愉快,你要接受别人和你不同,这样就比较好, 你看这,中国这几个词啊,说的特别好,欲速则不达, 你着急了,你忙了,忙一个树心, 一个树心呢, 他这个忙字的意思,就是说那心啊, 已经, 已经不工作了, 忙字, 但是, 欲速则不达, 慢工出巧匠, 无心插流柳成阴, 这个传奇啊, 是我昨天, 就是在停车场那儿等着人的时候, 我看见那个, 有一个人, 他拖着那个船, 那船大概有十米, 十米长, 三米宽, 就是这儿人, 很多人有船啊, 那那那是小船, 有的船你脱不了, 你不是在, 在湖边吗, 他那船上就写着这个, Legend, Legend, 这个还写着, G, A,U,G,E, H,U,R, 船体, 船体, 他是这样写着, Miracle, Miracle是奇迹, 你比方说这人啊, 他的这个身体不太好, 就是生病比较重, 但是呢, 经过医生的治疗, 他恢复健康了, 奇迹发生了, 你就可以用这个, Miracle, Miracle, 紧绷呢, 小小的可以, 太多不行, 你精神状态总在紧绷, 那血压有可能高, 也可能哪个零件, 他不给使了, 他修复起来挺麻烦的, 这白头鹰啊, 这个美国国会上, 不有一只鹰吗, 这只鹰, 就是Bow的Eagle, Bow的Eagle, 这还有俩字啊, 这还有俩字, 这个多数啊, 就是majority, maj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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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 你这个, 有时候你听外国人说话, 他有这个词, 就是多数的意思, 这都是听外国人说话, 我在旁边记记哈, 他们但是说的骂话, 咱听不太底细, 咱听不懂啊, 除非特出那阵脑子, 可能他说的比较简单的时候, 能听懂, 但是有的词哈, 你比方说Hydro, Hydro这个也可以当这个水力发电奖, 也可能是和水电有关系的事, 这说骂了, 昨天想起来啊, 就是说人啊, 在着急的那件事, 或许呢, 最不重要的, 所以也就是说, 有时候那个, 不圣经说吗, 你不用着急这个, 这个吃啊, 喝呀, 或者是什么事啊, 这个, 由神来承担, 而且那个圣经上还说呢, 你看天上飞着鸟, 那不有充足的供应吗, 何况人呢, 何况人呢, 人呢, 老天爷, 一定给充足的供应, 不必着急, 就是着急啊, 脊皮赖脸, 说话硬, 说着说着就把脸掉下来了, 那儿的, 伤自己, 也伤别人, 所以你遇到这种事, 你就别坑事就行, 秋天这词很有意思, 当然秋天还有一个词, 也表示秋天, 这个呢, 也表示秋天, autumn, autumn, 是秋天的意思, 秋天, 现在就是秋天, 然后秋天呢, 是丰收的季节, 这说啊, 丰收这个词怎么说, 季节怎么说, 秋天怎么说, 这句话里边都含着了, autumn is a season harvest, 丰收, 这话匣子一打开啊, 话匣子, 你看那匣子, 以前没学过这词啊, 这是茶字典, 画匣子, 电匣子, 那个电匣子是无线电收音机啊, 那是土画电匣子嘛, 这个就是在这个hacking的时候, 这不是有组织的民间的吗, 或者是那个政府给组织的, 或者是一个社区, 一个团体给组织的, 这hacking, 一上车, 或者一hacking起来, 这些人哈, 画匣子就打开了, 画匣子打开了, 怎么说, the conversation started, 打开了, conversation是交通啊, 这个是都拜, 都拜呢, 是一个很富的国家, 昨天我跟西人, 有一个乌克兰人聊这个, 因为他帽子上写着这个都拜, 回来就说, 这都拜啊, 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周围, 有很多的印巴人啊, 斯里兰卡人, 都从都拜过来的, 为什么从都拜过来呢, 因为那会儿哈, 找工作好找, 但是有身份难, 但是这个这个西人, 这西人是那个出生在这儿的乌克兰人, 他给我说了一个呢, 就是, 独拜的贫富差别比较大, 他是说这一件事, 你看这个念啊, 念都, 都拜, 都拜, 但是他翻译成了狄拜, 这个有时候他翻译的时候, 译音的时候, 他和那个独音是很接近的, 这就不接近, 就是在这里能遇见, 昨天是前天遇见一个印度人, 他告诉我他六十八岁, 他呢, 两个儿子, 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这儿, 小时候都在英国念书, 然后在这儿, 念大学, 念了这个, 念了这Master, 一个是Computer, 一个是骂这脑子不好, 还忘了, 就是两个儿子都在这儿, 然后他六十八岁, 他是干什么的, 这都咱, 我能听得懂啊, 他是搞批发的, 批发什么, 批发药, 但是我就问他一句, 我说那你懂得药, 他说是, 他说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 就学的这个是药, 所以他干那个批发, 我说那你现在那个, 他说现在我在这儿, 我就关门了, 我就, 我就是这儿待几个月, 美国待几个月, 然后印度待几个月, 这是印度人,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你好吗?